所以让我们跳回的啊 现在那会跳来跳去 我们打开这个角色的蓝图这里 我们开始要做一些 关于跟翻轨相关的逻辑 首先我们把这个操作的input上面逻辑 选中然后点一下键盘C就是common调 就是加一些注释 我们可以叫做input input movement 然后下面我们就要进入一些新的逻辑 就是跟翻轨相关的 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角色 角色蓝图这里我们应该创建一个一些变量 第一个变量也是就是角色本身有个变量 去去记录他是否正在翻轨 所以我们现在一个 创建一个翻轨的变量 然后他那个我们要确定一下他 玩家需要按什么键去触发这个翻轨的动作 这是又回到我们project setting 就是edit project setting 然后到input这里 我们看看使用哪个键去触发这个翻轨的动作 目前他这里是没有这个翻轨的动作的 我们可以加一个action mapping 就是加一个动作的这个映射 这个我们就教他 我们可以把这个resetvr去掉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任何VR的东西 我们把它去掉之后 这个下面认识就叫他road 就是翻轨 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就用手标键盘的空格键去触发 当然如果是用手柄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gamepath facebottom facebottom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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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口就是啊 就是同时映射到键盘上和手柄上 然后我们这里就设置好这个输入了 他这个输入他这个叫做road 然后回到这个角色的蓝图 就是character blueprint这里 我们就可以在input里面找到这个roll 你看这个input event里面就有roll 这个roll其实就是啊 就是这个名字 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就叫什么名字 然后这个当角色当玩家去点这个roll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要去定义定义这个行为 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可以去啊 就当那个玩家去点下这个的时候 我们要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可以翻滚 比如说他如果正在翻滚的话他就没必要翻滚了 然后我们去查一下这个condition 像这个branch的话啊 就是这个类似于C++里面的if 就是你通过pass一个condition 然后他就判断true or false 去执不执行哪出还是false的那个逻辑 然后这里的话 因为我没有去暂时没有其他东西啊 我们就这里 如果他当前没有翻滚的话 那他就可以翻滚 如果他当前对他当前没有翻滚的话 那他就啊 那他就可以翻滚了啊 当然如果之后我们有攻击的话 我们可能会把攻击也加进来 他当前如果不是正在攻击 也不是正在翻滚的话 他就可以翻滚 他现在目前的话只有这个啊 如果复杂的话 甚至可以把它打包成一个函数 这时候如果是true的话 我们就可以set rote去把它设置成 这个点下来就可以把这个翻滚 设置成true了 就是说我们翻滚 角色的这个翻滚状态应该是true的 但这个翻滚状态是true的时候呢 啊 我们就是要call一下这一个 setAnimation 就是我们蓝图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拿到那个蓝图的 就是动画蓝图的一个引用reference 我们点因为那动画了 我们啊 再复习一下那个动画蓝图就是啊 插入在这个match底下的一个animation里面的 然后我们把match拉过来 getAnimationInstant 好的好像bug了 再来一次 getAnimationInstant 就是拿到那个animation 然后这个animationInstant的时候呢 呃 它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动画蓝图那个instance 然后这里啊 我们setAnimationBP rollingState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那个 blueprint interface的设置的一个 啊interface function就是 动画蓝图的一个interface function 我们这时候在这里call它 为什么用interface呢 如果不用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把那个啊 引用cast成那个动画蓝图 然后它才会有啊 我们才能找到那个函数 这样如果cast它会 cast的话会啊 就是没那么有效率 使用interface的话就会好一点 去说是这样 然后这引用的话就是这个 等于说我在call这个function的时候呢 它就会发送一个event 或者是触发一个event 然后这个event就会执行这一个 啊 它等于是这样一个执行的方式 然后它这个setAnimationBlueprintState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call一个叫plateMontage 就是说啊再去去让这个 让这个AnimationBlueprint去去播放一个动画龙太奇啊 这个动画龙太奇我们是播放哪个动画龙太奇呢 好我们是播放那个翻滚的龙太奇 我们先创建一个啊变量吧 那个变量就叫做啊叫什么好 就叫做翻滚龙太奇 RollingMontage 然后它的类型应该就是我们在这里搜索它的类型 啊 它就有个animatorMontage的reference就是引用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可以啊把它拖过来 啊 我们可以savecompile compile之后 你可以看着这个我们可以设置它的默认值啊 那你去点这个默认值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创建那个啊 翻滚的龙太奇我们点它把它 选择为默认值 这个变量的默认值 然后把它拖过来 就说啊我们现在要放哪个啊 动画蒙太奇放这个翻滚的 把它连起来 好连起来之后呢 我们在后面这里 就是当这个动画蒙太奇 就是说这个翻滚的动画 蒙太奇播放完了之后 我们就是uncomplete 我们要把这个翻滚设置回false 就是set rolling把它设置回false 设置回false的时候 我们要再扣一次那个 interface function 或者说就这里点旋转它 把Ctrl W复制一个 就告诉他啊 就是这个rolling是我们角色蓝图底下这个rolling 然后我们要同步那个 动画蓝图底下那个rolling的变量 所以我们就要再扣一次这个function 然后把这个 传出去就告诉他 的话你要把这个setson false了 然后这个target就是 还是这个 一样的 我们忘了一个事情就是 把这个rolling这个setting 传进去 忘了传进去 然后在这个play montage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mesh拿下来 然后mesh要连接到这上面 连接到这个play montage上面 就是我们是引用 好吧 这几个引用拉进去 记得千万不要忘了 就这几个interface function的input 你要把它拉进去 然后这个play montage这几个输入 就是play去播放哪个montage 然后他的引用的是哪个mesh 都把它拖进去 然后存了保存 然后我们在testscene里面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可以正常运作 点击开始 然后移动可以 然后点空格 好 他翻滚 但是他突然就回来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点开这个动画看一下 他应该是带着room motion的 但是他下面他就是说他的他的root 会跟着他的动画一起移动 但是刚才他突然间弹回来 就证明他的root没有移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画 不是那个蒙太奇 是那个动画本身 你看这个有个room motion 他有enableroom motion 他没有点 我们把它点上 确定 然后再回来去播放一次按空格 好他就跟上了 就是我们把一个翻滚的功能就实现了 好 这期的这个视频就有点长 然后 好 对这些的翻滚的实现的话就到这里 然后 可能动画状态机这块有点复杂 有点冗 冗余 我也讲的不是特别清楚 这块其实我也不知道 百分之百确定是怎么walks的 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 这个slot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把 通过有这个动画的素材 创建一个动画蒙太奇之后 这个动画蒙太奇 我们选择这个default slot 到fullbody 然后我们这里一个动画状态机里面 也有个fullbody slot 等于说应该是 在这个rolling是true的时候 他就会执行这一段的input 这段input的时候 我们的动画蒙太奇 播放的时候 他是到这个fullbody slot里面的 所以他是会 他是会啊 翻滚 然后这个rolling是哪里去设置呢 就是在这个动画蓝图里面 这里有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 setAnimBP rollingState 发生的时候 他就会set这个rollingState 然后这个事件是哪里去触发呢 就是在这个characters blueprint 就是角色蓝图这里 角色蓝图就是通过我们按一个按键 查看他是不是可以翻滚 可以的话 我们就call on 就是去调用那个动画蓝图的那个interface function 就是setAnimBP rollingState 然后 这个然后再去放那个蒙太奇 放完之后再把它塞回成force 然后对 整个 整个这一块就是这样一个实现流程的过程 好的